Hello 大家好 最近去了實測這個地暖系統 地暖系統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在木地板下會發熱 令它在冬天踩上地板時暖的一件事 你說,香港用不需要用地暖系統? 我開個暖和開個Heater 就夠過到冬天 但你有所不知,地暖系統不只是用來放暖 它有三個很適合香港人的功能 好了,第一個是甚麼呢? 就是隱形 如果你家裡用開Heater的話 其實第一,它真的很浪費空間 你的Heater 旁邊很熱,你又會走過去 遠一點的時候冷,你又會失去功能 變成你限制了自己的移動空間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當你的Heater 強勁 可以環回立體,在吹走暈晒 但你要是拿著Heater 到處走 或者你到處有Heater的話,你就很浪費位置 所以一個隱形的地暖系統可以省到位置 而位置是香港裡最貴的東西 這個空間 所以這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就是保健 地暖系統除了放暖之外 它還會釋放一些軟紅外線 當然你看看你的品牌型號有沒有這個功能 放軟紅外線即是甚麼呢? 即是你去中醫針灸的時候 中醫師就開了一盞燈去射住你 讓你血液循環快一點 如果你有地暖系統在這裡 你就可以在家裡做到保健 這又是它的第二功能 香港人健康當然重要,對吧? 第三樣東西 一個大家都不太知道的 就是潮濕 地暖系統怎樣可以幫助潮濕的問題呢? 潮濕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空氣中的潮濕 第二種就是樓下開冷氣 令你樓上有出水的那種冷凝水的潮濕 為甚麼會有冷凝水呢? 就是因為熱空氣遇上冷表面 你夏天下樓下開冷氣 你不開的時候 你地下濕透是很麻煩的 要你開了地暖系統 樓下的凍就不會傳導 令你的地板變成冷表面 你的潮濕空氣就不會積聚成為冷凝水 就算不是冷凝水的問題 是空氣中的潮濕 你有暖的表面 也不會令潮濕更容易在地下積水 無論踩上地板還是整個空間 都會更加舒服 影響的相對濕度會降低 但是你說夏天做放暖是不是傻的 你可以調校溫度 夏天你當然不是開到77度 像冬天一樣放暖 說的就是令到地板不會變成冰了一塊 令到水在上面積聚 而令到地板保持比室溫再低一點 踩上去舒服 仍然涼快 但就不會凝聚冷凝水 這樣的程度 大家應該會有很多問題 電費怎樣計算 系統多少錢 怎樣選不同品牌等等 全部留言告訴我 下集再解答所有關於地雷系統的問題